有師父跟我講的那個 師父保持正念 我現在做事情都會稍微記憶 正念其實就是要隨時關照 離向 要去離那個境界 離那個情緒 不要繳進去 我只是說我保持正念 我就是會念那個 俊子咒 佛話也可以 但是不會去觀想 只是說嘴巴只念 沒關係 至少你災死眾 慢慢來 慢慢來 先有一個法文 把自己的心擺平安頓強 是最重要的 這個都可以一步一步 你要很生氣的搜索 有時候 忍耐忍耐 這是智慧嘛 忍耐 是真的 你沒有 可是就是 如果就是我們剛開始那個 智慧的層面 需要還沒有 因為我們還沒有證得那樣子的 空性 體性 還沒有氣乳那一種 體性 所以我們還是要轉化 就是你會需要一個轉化的層次 那沒有關係 就幫你 重點 不是在於 會起煩惱 而是在於說 你放下的 速度越來越快 有些時候好像覺得說 學火了之後 現在也有知道 聽師傅講 然後有些時候跟老師在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奇怪 你們怎麼那麼多想不開呢 這種事情 都好像一直 就一直繞圈 對不對 一直繞圈 對不對 很多心中 其實都是這些問題 其實只是長的樣子不一樣 就是顯像的那個面目不一樣 問題的形態不一樣 可是那個本質其實是類似 所以大家都說 都好像連續劑一樣 好 那我們繼續前一週上禮拜跟他講的內容 比較往下講 我們上禮拜講到這個 解形濟緣啊 就是實性法門的這個正解 就是他的理 他的道理 他所應該要建立的一個 正確的一個原教 應該要有的一個認識 然後還有正形的話 實性的正形是進行品 那解形有了 接下來就是德 也就是你 這十種 華顏實性法門 這十種心 也就是真實的菩提心 當你發起的這個時候 你所具備的這個 初發心的這個功德 這個叫做聖德 變成這個聖德 也就是這個初發心 這十性的十個心 當你圓滿具足的 就是助於原教的初注 十性滿心 入原位 助於原位 然後這個上個禮拜有講到 原教入位是從初注 初發心柱這邊開始 以原功德而至莊嚴 也就是對於這個 法界體性的這個智慧 還有這個性德 能夠做為一個自身的一個莊嚴 你們現在有沒有莊嚴 有 那這是什麼的莊嚴 世間的莊嚴 那以原利用建立眾生 那原教的利用 這個就是指的就是菩提心 發起這個菩提心 而展開了佛的這個 性德的一個成就 初發心時 這個十性滿心 抱同等絕 初發心的時候 就已經圓滿具足的 這一份的一個功德 他其實從原教來講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 透過真實菩提心的發起 透過對於法界體性的這個契路 這個法界體性的這個智慧 某人的智慧 住在這個實柱的住在這個 某人的智慧跟法界體性的這個上面 從這個角度來講功德 來講他的作用 這個是指實性滿心之後所有的 那這個就是自己莊嚴 還有什麼建立眾生 所以是自立立他的這個部分 那賢守菩薩 接著在賢收品裡面 就是提到這個內容 那賢收品裡面有用到395個記子 來讚嘆這個實性滿心菩薩出發心的一個功德 我們來舉經文的例子來跟大家說明 來看一下這個注釋第二十裡面 這個內容 就是八十卷本懷言經的賢收品 再講這個出發心的功德 若有菩薩出發心 誓求當正佛菩提 比之功德無邊際 不可稱量無餘等 沒有辦法用世間的這個度量計算 來衡量他的這個功德的多少 那何況無量無邊節 更何況你是長時間來修行 發菩提心 然後來修行地度諸功德 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十度波羅蜜 種種的這些菩薩外行 十方一切諸如來 西貢成陽不能盡 那所有十方一切的諸佛 其實是一直在讚嘆這個發菩提心 修菩薩道的這個功德 是讚嘆不盡 沒有這個功德很大的 如是無邊大功德 我今語中縮少分 那那麼大的功德 我今天講只是其中的一點點而已 譬如鳥竹所屢空 一如大地一微塵 就好比那個天上 那個鳥在天上飛所經過的那個虛空 在世虛空當中的一個軌跡而已 那也像大地的大地的這個一個微塵這樣子而已 也就是這個功德很大的 說也沒有辦法說的完整 只能輕描淡寫的這樣帶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無邊大功德 我們上一次有提到福德跟功德 那我們這次這邊再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 這個三界六道當中的輪迴啊 就是一個生死 那什麼可以幫助我們離開三界 功德 對 如果你說離開二道的話 福報 福人天的善業福德 這個是指出離二道 那你要出離三界六道的話 三界的話 就是只有功德能救 福德不能救 那換句話說就是功德能夠超越六道輪迴 那再大的福德最多就是什麼 人天善道 人天善去 可是他還是在三界當中 那福德怎麼樣轉換變成功德 這個之前都有講到 重點就是要理向不著向 這是一個重點 什麼是著向 有他的自性自體的體性對不對 這個叫做執著 執著 那外修是功 這個有肉善指的就是福德 那內政佛性的這個無肉制 這個就是我們佛法當中講的這個功德 就是我們修的這個善業福報 這個都算是有肉的善法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福德的部分 那我們內政諸佛這個體性 這個波倫的這個智慧 法界體性智 常常在講 我們特別是學法言的 法界體性的這個智慧 法性的智慧 正入法性 這個無肉的智慧才是功德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布施的時候要三輪體空 行善的時候要三輪體空 哪三輪 還沒有受施的對象對不對 這個叫三輪體空 就是並不是沒有這個事項 而是對於這個事項 不取著不執著 這個是理項的一個訓練 鍛鍊 那也是我們真實功德深情的地方 那福德、功德、聚修、聚足 才是真實能夠出離 生死苦海的一個因緣 這我們平常常常在講 我們要累積我們的福德、智慧、資糧 對不對 福慧兩族尊 指的就是指這個福德跟智慧的這個資糧 那這個智慧就是我們的功德 那個智慧就是功德 那這是成佛作主知道 那實性菩薩基本上就是 在智慧邊上 智慧邊上能夠安住在一個佛法的一個真理 也就是對於實相真理 這個法界體性 這個法性 或是這個佛性 有一個初步 或者是說你要說相似的一個正德 相似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是禮上 禮上契入了 可是世修上還沒有窮盡跟圓滿 所以它變成還是要繼續努力它 這個三賢、十勝、等絕妙絕的 這個菩薩修行的結位 在世修邊上、在眾生邊上 去圓滿它的菩薩道 去圓滿它的菩賢心 是這樣子的 那雖然實性位 實性滿心 我們這邊講的實性滿心 它不像露出發心柱 因為它實性 接下來就是露出發心柱 那已經是很接近了 這世修未圓滿的時候 的這個菩提心的功德 它就是在這個前說品裡面提到 然後發菩提心者 我們來看一下 與歇斯蒂論裡面的發心品 它就有講到這個菩提心 有五種相貌 從哪裡去認識菩提心呢? 從自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從形象 菩提心的自性、菩提心的形象 菩提心的所緣 菩提心的功德 還有菩提心的最盛 從這五個角度 來看來認識這個菩提心 那首先第一個 菩提心的自性是什麼? 這自性指的就是指 你的菩提心的一個本質啊 它是怎麼發起的 這個發意指的就是指 像我們一般世間來講就是動機 你的動機是什麼? 那佛法力講的是什麼? 世間的動機在佛法力 你可以 你的認識是什麼? 發心 對發心還有願力 你的願力 在一般世間我們講動機嘛 你希望做這件事情 你的目的、你的動機是什麼? 那在佛法力裡面講的就是說 你發了什麼樣的一個願心 你的願力是什麼? 那菩薩發意 發意就是發心嘛 它是怎麼來的? 它的體性是什麼? 我們在世間 你的動機通常是什麼? 你那個心是什麼心? 發起來的 對嘛 為自己對不對? 那那個是什麼樣? 是真心嗎? 忘心 對是忘心 所以 這裡講的菩提心 它是 它的體性 並不是我們第六意識的 這個分別的忘心 這個要理解 它的這個自性 也就是這個菩提心 它是從真心的體性 也就是從這個 法界體性 也就是如來臟 心靜心 這個真心 發起來 所以為什麼 入出發心柱 或實性滿心 實性滿心之後的這個 我們會說 它不退二聖 凡夫 外凡的一個發心 就是因為它那個 不是虛妄的心發的 就好比說我們 我們世間的眾生 你常決定做一件事情 那你那個決定能不能持續下去 有時候會靜靜退退對不對 就包括連我們歸一三寶 你對於你自己 學佛修行的這份心 是不是也常常靜靜退退 所以 我們在世間發的這個心 是不是真實的這種 這所謂的這個 發菩提心的那個方形 並不是的 也不是真實的這個 信心的概念 那所以說我們要認識 我們環境裡面講的這個菩提心 跟這個信心是什麼 是從體性上 也就是從真魯 從真心上 自性展現出來的一個菩提心 跟一個信心 所以它的體性就是佛的 其實就是佛心 佛心也就是真心 那不是我們 反覆的 第六意識分別的這種作意 我說我現在發起一個心願 我要做什麼事情 等這個發行 那是不一樣的 那體性不是虛妄的 所以不是妄心 是從真心的這個體性 而發出來的 這是菩提心的一個自性 它其實就是法界的體性 一切法 一切眾生鞭上都具足的 也是這個佛性 也是這顆佛心 所以它那個平等性是怎麼來的 就是因為契入了這個法界體性 正到這個平等 正到這一份的清淨 所以它那個心才能夠真實的發起 所以那個同體 同體大悲 能夠發起是關鍵是這一個 也就是菩提心的那個自性 它是清淨性 它的體性是相等 對 它的體性就是佛心 所以它不會退 是這樣子 那我們是虛妄的心 所以我們會退走 這樣理解嗎 這個要認識到 第二個菩提心的形象 也就是這個真實的菩提心 它是緣什麼來發 當然緣什麼就是指它的所緣 那它的形象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 弦手品裡面提到的這一句經文 菩薩發意求菩提 發菩薩發心求菩提 發了這個菩提心 非是無因無有緣 不是沒有緣故的 它是怎麼樣 於佛法身身盡性 於三寶邊上 能夠升起 這個廣大清淨平等的這個真實的信心 這個廣大是指能夠利益一切的眾生 這個是菩提心的形象 就是說發起這個菩提心 是緣這個三寶 而升起這個真實的信心 而且能夠升廣大 利益眾生的這個部分 的這個形詞 這個是指菩提心的形象 那所緣當然就是上求下話 剛剛有講的所緣 一個是三寶 一個是一切的眾生 所以希求無上菩提 極求能做有情毅力 也就是這個菩提心 它是緣上求的話 我們講上求下話 它上求的話 它就是上求這個三寶 這個佛寶、法寶、聖寶 這個自信 我們常在講這個三寶 有從相上講的 有從體性上講的 那這個自信三寶指的就是什麼 菩提心、本質具足 這個自信三寶 自信佛寶、自信法寶、自信聖寶 這個體性 然後再來呢 下話的部分就是緣一切眾生 然後能夠做有情眾生 能夠利益的這個感化 偶數的這個部分 這是所謂 那菩提心的功德呢 就是指它能夠設一切 設持一切菩提分法的出聖善根 也就是能夠 這個菩提心其實就是 廣大的一個善根 我們常常前面講 實信法門的時候有提到 是聚主十種心嘛 那這個十種心你要圓滿的 聚主成就的話 你那個善根是非常廣大的 所以它這個真實的菩提心 它就設持了一切的善根 能為一切有情處所三頁惡行 這個為就是 違逆、違背 也就是 不會再去做三二頁 三二道的這種三頁惡行 這個身口依三頁惡行 然後淪落三二道的這個頁惡行 就是你不會去做這樣的一個惡頁 那於清淨的生與意三頁上 有殊勝的善根根的相應 這是指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菩提心它就是善法聚集 它就是信心的聚集 它也就是 所有善根的一個聚集 所以這個菩提心 清淨、平等 還有無量的什麼 什麼功德 無量的功德 那其實就是真如 其實就是真如 然後最勝 為什麼說菩提心最勝 物求五欲等 就是不會再追求這個世間的這個欲樂 而反而是坐有情毅力 利益廣大眾生 顯示菩薩所求殊勝 這是指菩提心的一個最勝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實性皆為的菩薩 它具足了菩提心的這五個相貌 非常稀有難得的 這是從這個 與且實地論的發心品 來認識這個菩提心的五種相貌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賢壽品的經文 這個就我們剛剛有提到 菩薩花意求菩提 非是無因無有緣 於佛法生生盡性 以事而生廣大性 那我們學習佛法 我們常常在講有因有緣 因緣就是一個條件嘛對不對 對 那你菩薩發菩提心 他需要什麼樣的條件跟因緣 那有提到 佛法裡面有講到所謂的四因 四因是哪四因 他要有 佛法裡面講的因緣有什麼 清因緣啊 真上緣 所緣緣 跟等無間緣 這個叫四因 然後另外還有四因 然後另外還有四因 那清因緣是指什麼 什麼叫清 齊 齊就是最直接的 最直接最主要的那個因緣 你發菩提心最主要的因緣 是什麼 總性聚 他就告訴你了 就是你本來就有這個菩提心 如果你今天沒有這個菩提心的話 你發得起來嗎 你是發不起來的 所以你說你要修學佛道 你要修學佛法 成就佛道 你本身如果沒有具足佛的總性的話 你有可能修成佛道嗎 這樣理解嗎 所以這個清因緣指的是指 你常在講說我們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 那首先你就要知道你是具足佛性的 你具足佛的 你的菩提心跟佛的菩提心是一樣的 好這個是最主要的因緣 最主要的因 如果你今天沒有佛性 那你菩提心就發不起來 而且你修了也不會成就佛道 好這個是叫清因緣 第一個叫做總性聚足 也就是你聚足這個佛性 就像我一次講 身分總性的話 還有一個不定性 還有一場體 對一場體斷大三根 這個清因緣就不聚足 所以對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一場體罪在大聖使教裡面 他不會 他就是叫一場體斷大三根的 做曾經做過無間的罪業的眾生 他就是一直在佛道當中輪轉 他就是在大聖佛法講 一場體也可以成功 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沒有 五系呼中眾性的分別了 他就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對 都接用成佛道 是的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看到 佛法的一個不同的一個經典 裡面他順應不同眾生 他會有不同的教說 那所以在我們一佛聖當中 我們基本上就是 在這個大聖宗教的這個基礎之上 也就是在這個佛性的基礎之上 來講的 那當然 以佛的生命境界佛的智慧來看 一切眾生都 情與無情都統圓種子 無情都統圓種子 更何況是有情眾生 他只是過去的惡業因緣多一點 所以現在淪落在那個惡道 可是他種性有沒有具足 他還是具足 對 所以你看像前手平這裡 就很清楚跟我們講 你任何一個菩薩 那發心求菩提 追求這個佛道 他不是沒有因沒有緣的 那如何能夠在佛法生三寶這邊 能夠生起廣大清淨的這種信心 然後能夠為一切地益眾生 而生起這個廣大心 首先第一個最重要最主要的因緣就是 這個菩薩 也就是眾生 一切的眾生 他本身總性是具足的 他具足這個佛種性 然後再來第二個 這主要的因講好了 然後接著他就講真上緣 也就是那個緣 怎麼叫真上緣 就是幫助這件事情能夠成就 的這個緣 這個叫真上緣 那這個就是什麼 仰賴佛菩薩還有善有的射手 我們有沒有真上緣 我們平常有看到我們的真上緣 對 可是我跟你講喔 有時候二之四 也是真上緣 就看你怎麼去消化跟吸收 如果你覺得他是二之四 那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二之四 說得好 那如果二之四 你要怎麼讓他變成逆真上緣 有沒有聽過逆真上緣 他其實 學習方法就是要教導我們 你如何在你周遭的一切的因緣 眾生編上 你去起到一個 覺醒的觀照 然後能夠怎麼樣 所有的因因緣緣都變成一種真上 那叫正面 正面 你要有那一個真 那你如何去做到 你首先你要理想 如果你太著相 那二之四就永遠是 二之四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在日常生活當中 起到一個絕招 就是說這個境界對我的啟發是什麼 你不能永遠只感受到境界給你的苦難 那也是逆真上緣 那個叫做二緣 逆真上 逆真上是你要轉過來 不然他就是二緣 所以其實要嘛就是二緣 要嘛他就會被你轉成逆真上緣 所以其實就是怎麼樣 善用其心 折獲一切聖妙功德 這個真的是要用心 因為你平常那個緣 其實一天二十四小時 每天都在發生 可是這個緣 對我有沒有啟發 對我的生命成長 有沒有起到一個作用 那我的福德跟智慧 如何在這些陰陰緣緣當中去開展 這是我們要用心的啊 如果我們不用心 其實他就是過去了 那其實你應該是要讓你的 這些陰陰緣緣能夠起到一個作用 這樣子才不會白白過日子嘛 對不對 否則你如果回應他 可能回應美好 他又變成一種新的 新的一個輪轉 所以 這個很有意思 所以就是仰賴佛菩薩 善有射受 這菩提心啊 所以常常要清淨善知識 清淨善有 然後再來第三個 這個所緣緣喔 所緣緣就是指 你緣的一個對勁 所緣的一個對象 那這個就是 於眾生邊上要多起悲心 就是什麼 見眾生苦啊 你才有辦法怎麼樣 生起這個菩提心 這是因為 那這個菩薩 對菩薩來講 他們其實就是 他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悲心跟智慧其實是同體 他能夠見到這個法界的體系 他能夠離這個境界的向 真實的智慧升起的同時 其實他本身 就能夠起到這個悲心的一個作用 因為他發現這個體是一體的 所以他那個悲心就本來 就能夠流露出來的 所以這個 這個對象邊上的多起悲心 然後再來等無間遠指的是什麼 等無間遠指的就是指那個相序 相序 相序 要能夠這個因緣要能夠 一直連續下去 然後發菩提心也是 你說我們要造二頁造三頁 他要能夠成就就是 你要有那個心能夠一直去 你的身口意一直去竄行他 然後種子生現形 種子生現形 現形再回熏種子 然後就不斷的這樣子 一直往下相序下去 就是一個等無間的一種狀況 就是沒有休息啊 為什麼叫無間地獄啊 地藏經裡面是不是有講 因為 你沒有間斷 你沒有間斷啊 對啊 其實這個也是這樣啊 你發菩提心 你菩提心怎麼圓滿成就 你也要那種相序 你這個信心中 菩提心的這個內涵 你要能夠相序 他們才能夠成就 所以就是常識猛力 這就是常識熏修啊 而且這個猛力就是什麼 勇猛精進 不然你怎麼起到一個猛力心啊 你剛進界限前的時候 你就怎麼樣 就退心了啊 那個猛力生不起來 所以精進心 那實心裡面有一心就是精進心 這個其實就是都是環環相扣的 常識猛力 然後怎麼樣 難行苦行 難行能行 無所卻味 這是指等無間緣 所以發菩提心他四陰四元 四陰是指 這四種就是他要主要要具有 具足佛的種性 再來他要 以佛無善還有善知識 作為真善的一個色受的一個因緣 讓你常識的在佛法當中 熏喜熏修 然後你要於眾生邊上 所緣緣 在眾生邊上你要多起悲心 然後再來長時間 勇猛精進 難行苦行 沒有卻味的來修持 這是等無間緣 這是菩提心的四陰 還有菩提心的四元是什麼 這個就是不斷我們 要透過文師修 常常去熏喜 就是我們要不斷的 見聞 見佛文法 所以就是見聞佛神變威力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佛沒有注釋 所以我們有看不到 所以我們只能透過什麼 經典的記載去看到這個佛 所以見佛 第一個其實見佛 能夠執慾佛注釋 能夠見佛 這是一件很殊勝的 也是發起菩提心的 你看佛注釋的時候 人的根氣比較好 有個看佛很莊嚴 他就入道 就修行 一部經要講完就入道 對啊 一部經講完 可能就是一句話 有用到一個記子 一個記送 一個是見佛 然後再來就是文法 文法 聽聞佛法 唯妙盛生 而發這個菩提心 這也是一個圓 然後再來見法欲滅 看到佛法要消失了 見生 見到眾生 受獲業苦 是不是第三個再多講一點 為什麼見法欲滅是 見法欲滅要生起菩提心啊 見法欲滅 就是讓 才會有警權 是啊 就是你看到佛法 他 因為菩薩都是這樣子啦 他就是要請佛注釋 清磚法人 對 所以這個見法欲滅就是 也是生起菩提心的一個圓 所以我們常常也要發起一個 清磚法人 這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好像 因為有時候不是只有我們不懂 你看懷疑經裡面的那個惠眾 海惠的菩薩大眾 他有一種就是 當惠的一個琴法 視線作為當惠琴法的菩薩 對 所以那個其實就是 請轉法文 對 所以我們常常其實要請轉法文 有時候轉法文也不一定是 你自己有問題 結果意思就是說 問問題並不會不好 並不要覺得說 問問題好像就是 好像我們比較 好像不懂 或是說其實 眾生的問題 有時候常常是很像 那只是有的人問 他就會變成說 他幫 有種叫代眾生情吧 代眾生之情 而且這個功德很大 對 是 所以常常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這個猜來講 什麼叫猜來講 就猜猜來講 現在好像都不容易說見好 因為有國經這麼多 書流這麼多 現在 好像是活在心中 沒有耶 沒有耶 你在西方 你要聽到人家講 可是我們台灣是很多人 那這邊就 也有很多那個亂象 末法時代的亂象 而且問題是說 不缺乖國軍的人 更多 更多 你們知不知道 正法、相法、末法 是怎麼來判斷 正法是成道的人 成道的人多少 對 那個 這三個時期 它是按照什麼 教理 然後修行 跟正國 三種角度來看的 那什麼叫正法時期 正法時期 就是有教理 有修行 有正國的人 這個叫正法 正法時期 那相法時期呢 那就是 有教理 有修行 可是正國的人少了 而且可能就沒有了 那什麼叫末法 有教理 有教理 沒有修行 也沒有人正道 這個叫末法 那有沒有 那個還有一個最後 哪一個經上講 到最後 剩下一句什麼 阿彌陀佛 有沒有 那就什麼 剩下一句阿彌陀佛 對 然後最後 那個就是什麼 連教理都沒有了 對 末法 那已經到末法的 在後 已經可能時間要毀滅了 這也是深處益滅阿 這本來 對 所以說 其實 判斷 正法 相法 末法 的這個時期 你就是要看 從教理 修持 跟修行正國的 一個修行人 有沒有來判斷 那我們其實這個世間 他教理還存在 那 他也有修行的法 也有人在努力的修行 那至於這個 有沒有人正國 這個就 這個就 不好 不好去說什麼 那可是大家要知道 就是他判斷的一個 因為當然現在正國的人 真的是越來越少 特別是在這個世代 老一輩的 一定還是有修行人 成就的 可是年輕的這個世代 他面臨到的這種 世間那麼多 師傅 所謂提到這個正果 是不是看說 他火化之後 有沒有設立者來判斷呢 其實 當然那是一個方式 可是我覺得 那不是唯一的一個方式 對 你這樣就看不到 其實我一直對這問題 也是有一點 是你說你說你的問題 就是 怎麼樣正國 因為這個就不像學校說 有人放給你一個什麼 整書類似的 或是你自己感覺 正國他有 你讀經典裡面 他會有 他會有一個標準 就譬如說他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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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三界內從見識過來看 那他會 因為我 是 我看 有時候去看那個虛雲大師 是 明初的時候有四大法師 是 他就是 比方說他在一個杯子破掉 跨浪的時候 他說他那個moment就正 當然 對 那我就覺得 你是說怎麼去勘驗對不對 對 那個就是要從經典裡面去勘驗 可是那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工程 就是本身 所以說為什麼修行人要讀經 要學經教 就是你要知道怎麼去勘驗你的修辭 是到什麼階段 那其實佛經裡面 你現在看我們往後 我們一直在講懷經 你看光這個實性法門 你去看它具足十種性 你光這個內容你要能不能做到 其實你就知道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一種心性上的一個契路 然後再來就是你往後看 住行向地 三賢十勝 他們你往後等一下 我們一直往下講 你就會發現 他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位修行 都有他的內涵 然後他會離什麼樣的煩惱 像地 登地的菩薩 他會斷什麼帳 還有兩種餘 那個維系的無名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證的什麼真乳 然後修什麼行 其實他都講得很清楚 那你從你自己有沒有 其實應該來講是說 我們不是去一直拿一個 好像放大鏡還是顯微鏡去看人家的修行 而是修行人自己要去檢視 要去審視我們的修行現在是到哪個階段 那假設這個世間 他有還存在著刑罰 那當然一定有修行的人 那只是說 我剛才回到剛才那個問題 至於這個正果的人有多少 我覺得那可能就是 除了自己跟什麼 跟他的老師 那其他的人我覺得就不好去講什麼 除非你比他的程度更高 不然你怎麼去看驗說他到地幾地 所以一般我覺得我比較不會認同就是說 人家會出來驗證說 那個是幾地的無上 或者是說 那除非 因為你知道嗎 你要能夠說得出他是幾地 那除非你的修行是在 在他身上 你才有辦法去說 因為各地不能見 對 不能見到各地的恩就是 是 那你可以看的是 你可以從經文裡面 對 經論裡面去看到 可以看驗的那個理 是 可是世修上 跟理的這個結合 你要走進去 那個修行的這種心情 你要去經歷那個過程的人 他才 那個階段的菩薩 他才會知道 對不對 那所以 我有一個建議 就是禪宗的故事 我們不能只從 你不能舉 從他的相 你不能去找舉他 那當然 他前輩已經做了很多 他沒有講出來 對 他只是把他 你看到的可能是 那個公案的那一段 可是他前輩 他已經開始在修行了 就是說 我們沒有看到 他的世修的完整的 那一個階段 可是你看到的是 他明星見行的那個部分 那可是 我又非常強調一點 在我們 我和團佛教裡面 所謂明星見行 其實他就是 修行的開始 他是一個悟道的開始 可是他是啟修的開始 對 所以一定要很清楚 不是說那個悟道就是 就好比我們現在在講 實性禮心 抱同等絕 可是那是從禮上來講 可是世修並沒有圓滿 所以他是一個明星見行的起頭 你可以說他是明星見行 可是並不等於他已經 世修上已經圓滿了 那個等絕妙學的一個結尾 他是不一樣的 因為世修他還沒有達到那個階段 所以這個是要很清楚 你會在這明星就會講 對 是 理上通是 只是理他 理通 通則悟 對 可是他是什麼 他是要悟 有一句話叫悟後起修 對 你一定要從明星見性 這個叫悟 悟後然後你要開始起修 那華言的悟後起修 是在哪裡 就是除發心柱往後開始 那前面這個實性法門的十種心 這個菩提心 真實菩提心 真實信心的這個發情 他就是你聚足了 入道的一個因緣 也就是入這個出發心 真實發情這個菩提心 你所必須具備的福德 跟你的功德 這個智慧 你聚足了之後 你才有辦法真正的 所謂的見性 契入這個法界體性的這個智慧 開始展開菩薩道的修行 開始展開等於等同 這個一普閒形 普閒形其實是為什麼一集一切 因為他契入這個法界體性 所以他的一其實就是一切 所以是從這樣子展開 所以同時在華言經理 看到的他不是只有單一的菩薩形 他是一切的普閒形 關鍵是在這裡 那為什麼能夠一集一切 因為他法界體性 他正入了那個體性 所以你從四向邊上他是一 有很多個一 因為四向有無窮無盡 所以這個叫一切 在一切的邊上 他都有同樣的一個什麼 法界的體性 所以他入於法界體性 所以他入到那個平等性 所以他向上的一位 一個階位 修行的階位 一個階位 他說等同一切的階位 是契入法界體性 從禮上來講 從圓榮上來講 可是四修上並沒有圓滿 所以在孟三島和尚的書上 你可以看到他用了一個字 一個詞去形容 他這時候正道的法身 跟法性 他就說相似 他用了這兩個 那個相似是跟什麼對比的相似 跟佛對比 因為他畢竟還沒有 世修上還沒窮盡跟圓滿 所以他這時候是契入了 契入法界體性 他能夠分身百戒 去視線八相成道 化身佛 他一樣可以去度化終身 可是他世修還沒有窮盡 他還有無量十節的一個修行 他要經歷這個苦上結尾 就好比原教 這個大聖宗教講的 這個修行的十節 你前面這個外凡結尾 十性要滿心 就是經過十千節 十千節基本上就是萬節了 才錄到二處八經驟 對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要能夠了解 不過我覺得那個問題很好 就是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個疑問 就是到底有修有正 在這個十節因緣要怎麼去理解 那這個其實要回到修行人的身上來看 對 要從經典從教義 來去檢視我們的一個修行 你才有辦法 而且不是講別人 是要看我們自己 從 那前提就是說 我們要相信說 一般修行人不會畏德畏德 就說 什麼叫畏德畏德 沒有得到果畏 卻說自己得到畏德 當然當然 那是不行的 對 可是現在有很多人不是這樣子的 那你就會 那你看到那個樣子 你就知道那個不是佛法 對那你就開始可以解決了 對 所以你就要發現 你要發現其實那個就是不是佛法 對 你就要知道那個不是佛法 那個就不是佛法 他已經離開了 離開了佛法的一個標準 那對於這樣的人跟姻緣 我們不用去評論他 對 我們只要知道就好 因為太多了 失敗為成功證 沒有 其實我們還記得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 未來佛還沒出現 所以如果人講他是什麼佛人 那個不見得是實在 因為我們的未來佛是 是彌勒佛 還沒出現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時期 應該是 就是沒有佛注釋 對 可是還有佛的教授 對 是這樣子 所以 佛道也要經過老師的印證 比如說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說 六祖慧能大師 他佛道也經過五祖印證他 跟他獎金之後 他的體會 那個是他有一個師誠 對 那個是有一個師誠 可是不一定有的人 他就是 就像圓絕一樣 圓絕獨絕 他一樣 可是他那個絕的程度 是有層次上的不同 對 那至於你如何去勘諺 你那個就變成 你要回到經典 所以學佛的人 那個經典教育很重要 就是 你才能了解 我這個修行到哪裡 不然你就自己講 自己說就算了 那怎麼講 你說一套 我說一套 標準在哪裡 看那個憨善大師的臉部 憨善大師他是 以能言心來勘諺他自己 所以你沒有三隻神 沒有人 沒有你的老師 來跟你驗證你是不是 震動某種境界的時候 你是要以經典來驗證 是啊 本來就是要以經典 對 所以如果你 你修行了 你不看經 你不讀經 你說我只要 我抓一個法門就好 你最後你會變成 你自己修歪掉 你都知道 你會偏掉 那是很容易的 特別你修行會有魔 你修越厲害的人 他就是會越有魔考 就是會有這個過程 可是你有時候 你可能魔考境界線前年 你都不覺得那是一個問題 那已經就已經 那就是這樣問他 就有問題了 對 就是這樣 是 所以其實讀經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去看驗就是說 這個路子這樣走下去 是什麼狀況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引導 是不是正確的 其實在那個大般若經裡面 他有講到那個 不退轉佛殺的這個像 然後他講了好幾個 好幾劍 你講的不退轉佛殺 他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 其實經典裡面都是在講 都有很多的 是 你看像懷疑經裡 其實你說你到底知道 到地幾地什麼 其實你只要去看 你就去看就知道 你根本性味都還沒有圓滿 你們能實性的 實性就是外反味 對啊 所以很多人說 什麼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人聽聽就好 人聽聽就好 對啊 就當作世間 世間的一種現象 那就是說 就是實性沒圓滿之前 那我們是不是也有 階段性的那種 你就去看你的十種心啊 有階段性就是斷見思惑 就是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要回到那個原始佛教 就是學華言 你不能說我只學華言 然後其實華言的基礎是什麼 就是你從佛的原始佛教 物派佛教這整個鋪墊出來的這些佛法的 這些的經歷論就好多了 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 你來學佛 學菩薩的修行 可是你不能說我那個 基礎啊 三法印四聖地十二因緣 然後 尾世裡面講的這種 禍業苦啊 這個如何斷這種 斷那個煩惱 見思惑 煩惱的這個內行 你都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我們平常要去多做功課 你要知道 認識那個煩惱的形象 那個在《白髮迷門論》裡面 在《為世》的經典裡面 他講得非常清楚 因果的內容 這個業的內容 過業苦的這個內容 其實像《理切實地論》 《白髮迷門論》 《方式規矩頌》 還有你自己心念的那種形象 相貌 那個《為世》中的經典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不認識的人 其實你就是要回到那些經典裡面去看 你就會知道 你煩惱仇靈啊 有哪些啊 我們現在是因為 你都不知道那個內容 然後你只透過什麼 你拜燦的時候 因為主是大德很慈悲嘛 中國就是有特別一個叫做燦法的東西 他在燦粉裡面 他就把所有的那個相貌 煩惱的形象的面貌 他都寫出來 可是那個最完整的在哪裡 就是在《為世》經典裡面 講得很清楚 《理切實地論》 《理切實地論》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理切實地論》 《理切實地論》 《理切實地論》也有 都有的 《理切實地論》 《理切實地論》也有更完整一點 對 所以就是像這些都是 那最基礎就是從《白法民門論》開始 你去了解什麼叫根本煩惱 這些種種的名相 其實都是佛法的內行 為什麼 為什麼在原始佛教跟不派佛教時期 花了很多的力氣去認識這些 因為他們關心他們修行正果 他們要處理他們的煩惱 現在的人不修了 他要聽聽他知道就好了 有一個問題是在這裡 不是 他寒經也講很多 講修行 是啊 就是說以前 原始佛教不派佛教 其實他們花很多的篇幅 去處理 他去認識 世間的結構 就像《理切實地論》裡面 都是在認識 你這世界是怎麼成就的 然後世界的陳諸壞光是什麼 然後 他有很多個貧慧 那個就是氣勢間 那你有情眾身邊上 你就是要認識你的 這些貨業苦 十二因緣是什麼 世聖地是什麼 煩惱的形象是什麼 他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 其實你只要從煩惱那邊去認識 然後從他斷貨 見吃貨的這個 像你看三界 他就有幾品見貨幾品吃貨 有沒有 那你去看你就知道 你到底在什麼階段 其實真的都很清楚的 那除非我們不清楚那個內容 那就不清楚 那這個其實都在佛的經論裡面 都有可以堪驗的標準 所以現在很多人會講 就是說 就是你只要做什麼就好 其他不用做 其實學佛不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之間上的建立 正之間的建立 還有多穩訊息 特別是經論的這個學習 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說你修一個法 結果搞到最後 那個佛經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佛的教授是什麼 這樣就 阿希我想問一個 你說 這個沒有 沒有關係 其實不會沒有關係 通通都有關係 講到功德跟福德 我們有什麼辦法 能幫親人延寿嗎 你多做善事 你要做很大的福德 真的可以延寿 可以 所以受量是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 你宿命論就固定了 受量跟福報不是固定的 那是你去累積去做善業就有了 你斷惡修善就有了 你譬如說你要延寿 你又不斷的殺生 那你怎麼延寿 你不是只有做善 你還要斷惡 你要止惡行善 那為什麼人會短命 你怎麼突然醒過來轉過來 我說 為什麼人會短命 為什麼會多病 殺生眾 殺生眾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延長你的壽命 你要怎麼做 要殺生 要誤生 要誤生 然後如果你來不及了怎麼辦 就是要多念佛多敗慘 幫親人做 幫親人做指的是指那個人不能自己做嗎 只是希望他多 那個人不相信 不行 我上個不要吃東西 我上個喝水 看你要從什麼眼下去給他做 其實他短 他如果這一陣子走了 他解脫了也不是不好 你不要出手帶他送命一定要長 對啊 你要做榜 做他的榜 做的時候他看你 好啊 有用 他就說你有照做 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對啊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學佛就是也是考驗我們的智慧 當你自己學的時候都覺得很好 可是你要帶倦屬一起學的時候 因為我聽過一個說法的時候 其實人的壽量一出生就定 不是啊 那個就是 你也可以這樣講 你也可以這樣講 他出生就定 那就是你的命盤 可是你要讓 如果你這輩子沒有修 或者是你這輩子造更大的惡 或者是你這輩子有修行 那都會改變 那命盤都不準 大修行跟大惡的命盤 對啊 因為你如果這輩子又相續去做惡 可能你的命又更容易 又更快結束 可是你這輩子又繼續去修善 或是不是只有善 甚至你是對於你的智慧有開的 那個是可以消很多這種 你看金剛心就有講 你縣世讀宋大聖修行 還被人家毀謗 或是那種遭受一些磨難 那西域腦上那個也有講 那個修行人你會遇到這些 那你就消過去很多的那種業 那這種你說會活到120歲 如果他業障重的人 怎麼會活到120歲 而且你看那個元了凡 了凡視訊啊 就看元了凡就知道了嘛 他不是原來宋明才幾歲 而且沒有指示 沒有指示啊 結果他後來是修什麼 修法 他修準提 他修準提法 他修準提法 他不是修十善嗎 他修十善 那是那個福德的部分 他修準提法 原來修準提法 我不知道 他修準提法 後來他有指示 有小孩子了 後來又當官了 後來好像活到七十幾歲吧 七十幾歲啊 所以你說 什麼叫宿命 宿命就是你都不修行 那就是 那就是像你原來命牌 怎麼種你就怎麼種 那就很準 兩完事情 他是很重工耶 他把他每天做 都記下來 是 那是把每一件事情 都記下來 我們好像沒有幾個能夠 他是碰到禪師跟他講 他才改掉 對 他就是禪師跟他講 叫他修行嘛 那當然我覺得我們 很多人就不修行 就要一到三至四起 我們賴佛菩薩 善有色受 然後也叫真善辣 我們應該修習佛往 沒有錯 可是我們密要是進了 就讓他進了 沒有關係 不要再強求他要怎樣 因為有時候後面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不快樂 就是看個人 對 看個人 所以盡量學佛法不要強求一定要 就是說我們的生命的質量 質量會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我們活著的時候 我們是很開心 沒有少班少腦 然後身體健康 反正你身體不健康 要活很久也是很痛 如果在安寧病房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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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不是啊 那叫什麼病嗎 老人病嗎 安寧病房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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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什麼病房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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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對啊,我們華麗經講一切法 一切法其實都是 對,就是你能夠在因緣邊上 起到一個真上的作用 那其實就是 對,你看佛的怨生轉法 他就是一切法 你說他怨利周殺戒 狠轉無上法的 他的狠轉在哪裡 就是在一切法邊上 一切因緣邊上 一切眾生邊上 可是關鍵是我們有沒有起到一個決性 不然你善游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 是的,這句話是對的 真的是這樣啊,你不要做一切法 然後一個善知識做你旁邊 你善游不生的話 你那個活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 對,真的 對啊,是這樣子啊 你聽不進去 沒有菩薩,我這種菩薩都沒看到 當然啊,有可惜啊 真的是這樣子耶 他即使出現在你眼前 而且你還不覺得他很好 搞不好你還吐他口水 對啊 真的啊 真的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不是泰山的 我是覺得啦 其實走沒 那個就是說很穩步的走每一步 不要去想說一步要登到好幾 登到多少 就是踏實一點 踏實一點 穩著要穩打的 你看那個國際人講 你看你身到什麼派身 什麼身來度你 佛菩薩也會用身來度 對啊 對啊 這個都是可以認證的 你看像那個 悲華經裡面啊 他 釋迦伯林佛的五百大院 他成就這個娑婆世界 他就有講啊 他 釋迦伯的院是在哪裡 他跟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是非常有源的 他的院就是在無佛出世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 他要去救眾生 怎麼救 他就事先眾生能夠接受的那個 他如果是犯天 他就去做犯天 他如果是大自在天 他就去做大自在天 他如果是摩西守羅天 他就去做摩西守羅天 他如果是天子天羽 他就去做天子天 他如果是八 八部 就是阿修羅加羅羅吉那羅 摩侯羅且人非人 他就去視線成那個樣子 去接引渡化去救他 那你說你說常有人講說外道 那你說這個要怎麼講 什麼叫外道 真正從華爺來講 其實他沒有所謂內外道 他全部叫做一道 一道聖聖 就是佛道 只是他現在是在哪個階段 他在外反 那我告訴你 外反包含的太多了 包括外道都在 我們所謂 他都是外反位 他就是在哪個階段 所以你說 其實就是看你 在生命的哪個層次 哪個階段 你受到什麼樣的氣包 那那都是佛的教法 那個都是佛的教法 還有其他問題嗎 不錯啊我覺得你們 有問題是很好的 老師都沒有休息 沒有什麼 沒有休息 休息 休息十分鐘 沒事 沒事沒事 反正我覺得我 有時候 我們在增長他的智慧 對對對 你們是我的真相意願 從善友邊上 善友射受 這就是善友射受 真的啊 真的 我們學出來師父才會去群群 對我會去想 因為有時候 其實這是好的 這是好的 這是好的 教學相長 教學相長 對教學相長 肉欣再給我們講解 怎麼會 是啊 他就是教學相長 對 因為其實 就這樣你看嘛 你要那個說法 說法是什麼 說法是利波羅尼 第九個 就是十度波羅尼裡面有一度 叫做利度 那利波羅尼的成就 第九地不善 善會地不善 他如果不了解眾生的形象跟面貌 他有辦法成就他的思辨才不會嗎 不會 那他一定要眾生知道眾生像 知道眾生的煩惱召臨嗎 煩惱有哪些嗎 然後問題有哪些嗎 這其實是做一個法師 第九地就是法師位 他要善說 這其實就是功課 可是我們現在都不是 我們還是反覆眾生的修行人 所以其實功課就是很多的 我們也必須去面對這些 方便度也很重要 因為一般如果沒有善巧方便的話 怎麼去做 當然啊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另外一個方便善巧 波羅蜜 對 那第九地的這個部分 他是需要那個智慧 他就是說法 事變才 你要 而且你要懂得世間的這種 對 你才有辦法 詞無愛啊有沒有 意無愛 那你世間的這個如果不會 你又很難 對 現在師傅越講越精彩喔 沒有啊 是你們 我覺得你們 越來越猛場 不是我越來越精彩 我們越來越會問問題 對我覺得是你們 我真的覺得你們問問題有進步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你們問問題 以前喔 我剛開始來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好像 不知道要怎麼問 因為他不喜歡聽 我心喜歡聽到他的來源 是為什麼他不夠休息 所以你看這叫眾生相 對 都不同啊 我就感覺到 聽起來就是很好 因為我們好像每次聽都是從開始 從開始都是這樣聽 都是聽主師開始 比如這個 然後你來給我開始講這個 你是這一次比較有系列一直講下來 是嗎 以前都是正好都講很多 講得多 講得多 其實都是講得多 習師姐從老和尚那時候 都聽到現場 從主師來講 那從主師來講 那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主師 那還是被不強 那就是主將 說得太好 結果聽了老半天 連五個主師 好 我問一下 懷疑初組是誰 不正和善 不正和善 行修復問你 快點 我只要 我只要 老半天 我只知道 世主成功 成功法師 搞老半天這個 不孝子 所以 就是行修復 他只認 你知道為什麼他只認是 世主成功法師嗎 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賢度法師就是一直講 世主成功 因為我們法戰 法教其實選手都講得很少 是 大家大類都講 介紹一下他是這樣來 可是我覺得那個法戰選手 他的著作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在一盛教育的部分 他詮釋得非常 而且 而且 因為他的那個探旋記 因為他 這個法戰 他involved到很 這個 那時候 佛典的翻譯 所以我就覺得他的 他的教法裡面 很多 引了很多 很多經論在裡頭 那陳觀大師 陳觀大師的書超裡面 有非常多 就像百科全書一樣 那法戰大師 他是比較從 我們聖教育的角度切入 他會有比較直把 對 非常 所以我覺得要學華言的人 真的要去看法戰大師的著作 特別是以聖教育很緊張 還有他一些短 短篇的那個論著 像什麼 他那探旋記也很好 對啊 探旋記也很好 他是解釋六十華言的 所以你們不要看錯本 就是你們看探旋記要去對六十華言 你們不要 拿探旋記然後拿了八十萬 怎麼對不起啊 那個不用對了 那個探旋記本身他裡面就有經文 是是是 就是說你們要去了解到他的一個 參考的文獻 不過很有意思啊 就是 其實我覺得跟你們上課 越來越清楚就是說怎麼 怎麼去 去發現那個問題跟解決那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而且我也發現你們真的有進步 就是你們從本來就是 真的其實也不知道怎麼講問題 連要表達自己的那個問題都 好像表達不清楚 就是說你對於哪個問題 究竟你是不清楚的 那怎麼好像講不出來 那可是後來我慢慢發現 欸你們慢慢已經清楚到 自己現在不懂的是哪個部分 而且你們甚至可以直接問到就是說 欸那個問題點 所以我覺得是蠻好的 對 很好 真的是很好 要繼續努力 好 然後上課 課堂上如果遇到什麼 真的 不知道 不知道在講什麼 那有可能有幾個狀況就是 有可能我們之前的基礎不夠 就是除了華言以外的那個基礎 那個有一塊是辣掉的 沒有 所以你變成說 就好理就是說 對於其他的一個教理的一個思想 或是基礎佛法的這個部分沒有 所以變成在理解上好像就是 隔了一層的感覺 那我想問一下怎麼去學習那種基礎佛法 因為好像對於我 我作為一個製作學者來說 我覺得聽華言經 是 聽不講得很好 但是就是有點聽不懂 是是是 當然就是會有一個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剛開始我們自己在選華言 也是經歷了這個過程 因為特別是 特別是我一開始 像我自己個人的例子就是 我一開始就是直接從華言下手 所以我那時候經歷了一個過程 所以我非常感謝陳觀大師 就是因為我其實我是 那時候開始的時候 我也是從書超 開始去配合八成華言經看 然後慢慢的 我是從陳觀大師的書超裡面 去看到一些三聖的教法 我的意思是說 那些基礎我本來也沒有 可是我就是因為看到 陳觀大師的著作當中有這些東西 我就回去找為世的經論 他會說為世論什麼嗎 對不對 什麼什麼經什麼 那你就變成你為了看他的書超的時候 你就要回去找 回去找那個原來的經論 那就是這樣的音樂 從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斷的去 那當然有一個 有系統的學習是很重要的 一個是你 可是重點就是你那個自學 自學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你要知道就是 華言祖師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從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他會有一個很清楚的 教稱的一個建立 也就是佛教思想的經論類型很多種 可是你從他們的教說當中 你可以去釐清每一種思想 他是對於哪一類的人講的 然後他那個思想的內涵是什麼 然後他要達到的目的 他教化的目的是什麼 那你就不會confuse說 為什麼這個佛教思想體系 跟那個佛學思想體系不一樣 那你會發現其實是沒有那麼多衝突性 可是剛開始你沒有建立這個 佛教思想體系的一個完整的建立之前 你會有一個不明白 就是你只是聽人家講 那其實對佛法的那個輪廓是沒有的 這是我覺得有系統的學習是還蠻重要的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就是要學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如果你們看得懂中文的人 你們可以試著去從那個古文 就是原點去看 因為那個原點會比較有意思 那因為現在有很多那種白話 白話的結果有時候就是好像 那你就是要真的要找到 找到一個好的白話的一個著作 那就是會有幫助的 看原點是我覺得是蠻好的 所謂原點是什麼 文言文 就是原來的大上藏經裡面的那個原點 好像文言文比較多 去看那個書操啊 去看台語記啊 對就好像以 你要學為事 你去看白法明門論 為事三十頌 那對 為事三十頌 為事二十頌這些 那可是 還有八四規矩頌啊 還有大正武運論啊 很多像這種 他都是原來是 這個叫原點 那可是現在一般人看的都是什麼 解釋白法明門論 解釋八四規矩頌 那當然要有人解釋你才懂啊 可是你在檢擇那個書 參考書的時候就變得很重要 你萬一選錯本 你就很麻煩 有時候就是一簽就 不知道簽到哪裡去 所以我可以給你們一些建議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你想要學哪一方面的思想 就好比你要學心經 或是六祖壇經 或是其他什麼樣的經典 或是 然後我們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然後我們找一些參考書給你看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然後有的 有的就是喜歡在網路上Google 因為有些時候就是你會Google到一些雜訊 那個東西對你的 有些佛法的之間並不是太好 而且就像你知道末法時期啊 有很多 就是異端就是那種講法比較特異的 他可以他可能吸收 他可能會吸引很多的聽眾跟觀眾 可是他的 對佛法的一個 這個教授的部分 就是這可能要留意 要留意這個問題 我講的目的是這個 這樣OK嗎 師傅 那如果說像那個 益順導師的廟宜錦 的成果之道 對我們基礎佛寫 是不是有一點說 有一點少少少的認識一下 可以啊 那個都是可以的 對可以 就是成果之道 那個廟宜錦 是 是 那個就是我們大分出血 我們都從那邊 開始深入一下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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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文師修後面就進入了這個 他從三聖還有五聖 五聖來三聖這樣就知道 這五聖可以 五聖風嗎 對 那個都是基礎佛法 那董事應該可以切入他基礎的一個佛寫 因為有很多體系 對 有很多體系 你看像佛光山他們也有出佛光教科書 對 然後中台他們也有出 就是類似那個初級中級高級的一個讀本 其實那個都是可以去讀的 要去上課 對 要去上課 因為為什麼 就是說 每一個道場跟他的 其實他都會有他一個教學的一個系統 是這樣子 其實在我們很早期 我們聯社的系統是 如果在台灣那邊 因為美國這邊畢竟人比較少 那在台灣那邊其實 所有的課程都有開 所以 在學院裡面 所有的思想都從阿涵思想 唯師思想 如來藏思想 然後還有大聖空中的思想 唯師就是大聖有中的 然後天台思想 華言思想 這些都有的 華言年社有沒有開 有沒有那個什麼初級的 初級佛學教本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按照這樣的一個分法 因為這些教本在坊間有太多 那我們就是按照思想體系去介紹 就是阿涵的思想體系是什麼 然後代的老師他就會從阿涵經 然後從阿涵的經論 去輔助 然後找適合的參考書 那他是整個思想體系 這樣帶錢給他 我覺得那個會比較完整 因為他會回到遠點去看 然後阿涵是這樣的 那唯師的 他就是有唯師的一個體系 對 然後如來藏有如來藏的體系 天台有天台的體系 華言有華言的體系 禪中有禪中的體系 那你這個什麼體系 我們是華言的體系啊 對啊 那我們華言的體系 就是按華言精神下去講 那我覺得其實依我個人學習來講 我覺得 直接從華言的體系下走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相對比較簡單 因為從華言的體系下走 是從根本法輪去認識 從根本法輪去認識之後 你再展開來 你要多少的三聖的教唆的思想 都沒有問題 而且你之後不用再重新去建立 有很多人剛開始 特別是學院校 我們有一些法師 從別的道場 進來到華言尊重 華言學院學習 首先會遇到一個很大的一個狀況 會發生一件事就是 他可能原來在禪中的道場 或是他原來是在其他淨土中的道場 或是在戒律的道場 那戒律道場很有意思也很好玩 就是說其實從民國近代吧 好像學戒的人都會學華言 這個還滿有意思 所以他們也不會有太大的那個衝突 可是呢 結果你會發現 有的從三論中的道場來的 有的從禪中的道場來 有的從淨土中的道場來 然後他們來了進來之後 他首先會面臨到第一個考驗 就是他會先打破他原來學習的東西 因為他會原 他會有的會覺得說 他原來學的那個東西就是佛法 可是一進來 特別你讀到教秤的時候 叛教 有各種佛教的思想 不同的流派 思想的轉變 演變的形成 然後那時候才發現 原來我們當初學的那個 空中的思想是在哪一個階段 然後他是屬於哪一類的教說 相應哪一類根器的人 你就會發現 喔原來佛法 我原來學的是一塊 一塊 就好像你一個大象 就是忙著摸相 原來我抱的原來是大象的腿 或是我摸到大象的尾巴 就是類似這樣子 那我覺得學華炎 直接從華炎深入有個好處就是 因為他是十八三四一切佛的教說 他是根本法的 所以其實你從這裡切進去 你會很清楚佛法是什麼 你會知道佛法的核心本質是什麼 然後至於顯像的部分 那個就是作用方便散巧了 那你展開有多少 那都已經不是問題了 他就變成你就要去了解各個體系 那個就是真的是要花時間 那個要花時間 所以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剛好也是就是從華炎的教理 這樣直接下來 然後再展開其他的一個學習 就是我同時學華炎的同時 同時去學其他像阿涵、唯士 那個都是在我讀了學院之後 才開始一直不斷的去把它補起來 真的是補起來 就像一塊一塊這樣子 就像拼圖你知道嗎 就像你一個生命的一張圖 你會發現我這一塊好像不是太清楚 然後那一塊不是太清楚 然後就開始去把佛法的這個東西 其實就像拼圖一樣一塊一塊把它拼起來 然後我真的覺得真的很感謝華炎的主持 因為他們會教導我們 就是說從哪個經論去 他會跟你說叫你看什麼經論 然後你回去看的時候 你會慢慢把這個東西拼起來 真的就是拼起來 然後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像譬如說好比我們再要講 那你就教學相賞 你一定在講的過程當中 你也要去拼你不夠的那一塊 那一塊 那當然一定會有的 不可能沒有 就好比你可能唯士有某些部分你不懂 因為唯士太細了 非常的細啊 而且講得很清楚 那很多東西變成你自己要去學那個 那個裡面的內涵 那個也不是老師在課堂上可以講 真的把它講好 對 很多東西都真的是要靠很大自學的一個力氣 然後靠自己把一個 你的生命的完整性把它拼起來 這很有意思 你覺得學習方法就是 去把你自己的生命的完整找出來 你的生命還缺了哪一塊 那其實你就是從這個華眼睛的這個地圖去看 你就會知道 欸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實性 那實種性我怎麼去建立啊 然後你如何去認識到這個體性 其實玄華眼它簡單是簡單 就是簡單簡單在 你去了解什麼叫理 什麼叫是 什麼叫性 什麼叫像 什麼叫體 什麼叫用 這個體像用你給它搞清楚 然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就會很容易進入佛法 然後你在看其他校正的一個經論的時候 你就是很容易就能夠抓到它在講什麼 那如果你這個結構沒有的話 你就會學一個東西試一個東西 就是比較零散 比較零散 那當然每個零散有它的體系 是這樣子 可是你怎麼把所有的體系把它整合 把它整合拼拼拼拼 這個是華眼在教我們的 我相信學天台的人應該也是 因為都是園教 只是他們的那個路徑方法 有一些不一樣 有一些特別特殊的地方 各有各出熟眼 可是都有它的意義啊 跟它的值得去去學習的 那特別是不同的人 它有不同的偏向性 對是蠻好的 好 OK 那我們剛剛講 菩薩發一求菩提 非是無因無有緣 與否法生生盡性 已是而生廣大心 然後接著下一句 下一段就是從 下一句就是從 不求五欲及王位 復勞自樂大名稱 就是不求這個世間的這個部分 遇樂的部分 但未有滅眾生苦 利益世間而發行 然後再來 這個比較白話 就不特別去解釋 常遇利樂出眾生 這個講到華語的三世間 這個發起菩提心 其實它涵蓋三世間的面向 這個有情世間 就是要常常的去利益眾生 然後這個莊嚴國土供養佛 那這個是莊嚴國土是什麼 七世間 然後再來 受持正法修諸志 這個自正覺世間 正菩提故有發行 然後會上求佛國苦力 嚇壞一切創生 來發個菩提心 身心性解常清靜 恭敬尊重一切佛 與法及生意不適 就是自成供養而發行 就是對於這個佛法生三寶 其實久了你就會發現這個佛法生三寶 其實我們本質具足 佛寶是什麼 菩提心 對呀 其實就是菩提心 就是這個覺性 法寶是什麼 就是真乳 法性 那什麼叫生寶 就是真乳 等待分清淨和諧 其實都不離開這個真乳 真心 生性 生性於佛及佛法 亦是佛子所行道 這一樣是三寶 即性無上大菩提 菩薩以示出發心 性為道元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根 這個我們應該常聽到 斷除以往 出愛流 開釋涅槃無上道 其實這邊就提到一個重點 長養一切善法 還有斷除 這個就是 我們凡夫眾生 輪轉生死的根本 就是這個我 斷除以往出愛流 就是我見 有沒有 我見 我吃 我罵跟我愛 對不對 這是我之的一個根本 那就是 他其實就是 整個我們修行的一個 最主要去面對 要去處理的一個問題 性為功德無壞種 性能生長菩提術 這個在講這個信心 真實信心 這個菩提心的一個重要 性能正義最甚至 性能釋憲一切佛 事故依行修四弟 縮四弟 性樂最甚甚難得 譬如一切世界中 何有隨意要寶座 超以世界中的這個魔力寶座 若常信奉於諸佛 這信奉諸佛指的就是 之前講的那個信心 就是我們要能夠 信十方三四一切的諸佛 而且是什麼 一切眾生都具足如來的智慧德相 這個叫信佛 則能持戒修學處 你受持戒法的一個圓滿 我們知道戒的一個本質是什麼 戒的本質就是不傷害眾生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看看五戒 五戒是什麼 殺到淫忘久 殺到淫忘久對不對 那它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不傷害眾生 五戒裡面有分前面四條 眾的對不對 它是什麼 性戒對不對 為什麼叫做性戒 本性就不能換 那那個本性是指什麼 本性就是會傷害到 對就是會傷害到 那就是有為因果的 所以說那個性戒的觀念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體性上是惡的 那所以意思就換句話說 你如果今天一個人沒有受五戒 你去殺害眾生 殺傷眾生 他有沒有罪 有罪 什麼罪 就是傷害的罪 那那個是受戒的罪 還是因果的罪 因果的罪 對因果的罪 這個叫性罪 就是體性上它是惡的 即使你沒受戒 你還是有因果的罪 所以我們所有的人 可能你都沒有受戒 可是你有沒有在因果裡面 有 有的 所以要有這個認識 你不是說 有的人來問說 師父我學佛 我可不可以不要受五戒 那我說你不受五戒可以 那你要不要守因果 這樣聽懂那個意思嗎 你今天如果你覺得受五戒 是一種束縛 那你可以不受戒 而擺脫這個戒的罪 因為你沒有 受你就沒有那個犯戒 的一個那個罪 有受才有犯的這個狀況 可是在因果上 你能不能 因為你不受五戒 而逃過那個 不可能 而逃過那個因果 不可能的喔 這樣理解嗎 也就是換句話說 就是你有受五戒 你如果犯了這條罪 你得到的是什麼 一個是犯戒的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因果邊上 你有違犯 這樣理解嗎 那如果你沒有受戒的人 你是什麼 你就是沒有犯那個戒的罪 可是你因果邊 英國還是有的 所以你不受五戒是怎麼樣 就是戒罪的這一部分 你是沒有違反的 可是在因果邊上 你是有違英國的 有違背英國的 這樣理解嗎 所以五戒前面的四條 殺到淫忘 它是根本 它就是體性上 是違反英國的 那常在講這個體性上 是指什麼 也就是你從菩提心上來看 從真心上來看 你的體性 你的真心不具備 殺到淫忘的這個本質 這個叫自信戒 這樣理解嗎 所以如果你的菩提心 真實發起的人 你會不會去殺到淫忘 不會的 所以這個叫持戒修學處 這個叫持自信戒 這樣清楚嗎 所以說 為什麼你信奉諸佛 因為你相信一切眾生 邊上都有佛性 那這個就是一個菩提心 如果你深信這一份菩提心的話 你還會去傷害眾生 你在眾生邊上 你就不會起到 殺到淫忘的這個惡業 所以就能夠保持戒修學處 所以我們常 譬如說我們一個是五戒 然後居士來講還有什麼 菩薩戒 對不對 菩薩戒 像放網經裡面就有提到 它就是自信 自信光明寶戒 精光光明寶戒 其實它就是一個自信 其實就是一個菩提心戒 那個菩薩戒 其實就是一個菩提心戒 那你 重點就是在你互念一切的眾生 你為什麼互念眾生 你從這個角度 從原教 從這個實性菩提心 實性圓滿的角度來看 因為一切眾生都是什麼 都有具足佛的總性嘛 然後跟我是什麼 同體嘛 對啊 對眾生啊 理盡諸佛 我們就類似對眾生 是啊 你理盡諸佛 其實就是理盡一切的眾生嘛 你理盡一切的眾生就是理盡諸佛 那為什麼佛會等於一切眾生會等於佛 體性上一樣的佛 自信上是一樣的 佛心性上來看是一樣的 那個本質上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指 如果我們真的發起這個狐狸心 真的具足這個信心的話 你就不會去犯戒 不會去有偽因果 這樣理解嗎 所以他這裡就這邊 堅持戒律 一教進修一切法 因為你不會認為他是一種束縛 因為他就是你的佛提心啊 你佛提心本身 就能夠具足受持這些戒法 因為你佛提心就具足這些功德 不殺的功德 不傷害眾生生命的功德 不偷盜的功德 你不會去侵犯眾生的制裁 然後妄語就是兩舌是非惡口這些 那你佛的三頁清淨啊 他口頁當然不會去造作 所以你說這些 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外加的戒律啊 其實他就是自信本質具足 這叫菩提心戒 則能持戒修學處 若長持戒修學處 則能具足足功德 那當然這邊的功德是站在於 那個提性上來講的 因為菩提心本身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真如啊 真如心的一個圓滿 所以他是普遍性的功德展開的 若長信奉於諸法 諸佛則能心極大共養 這就是能夠 能夠在一切眾生的邊上 因為你既然相信一切眾生 你信佛 你看到白蘭基裡面講的 若信奉於諸佛 這個諸佛喔 其實你就可以擴大到 一切眾生邊上來看了 這個就是菩提心的一個作用 你在一切眾生的邊上 能夠心極廣大地供養 能夠厚植善根 不只是對十方三世一切的佛 都能夠普遍廣大地來修供養 包括一切眾生邊上 你都可以厚植廣大善根 若能心極廣大共養 若能心極大共養 比人信佛不思議 這個就是指對於菩提心 真實的菩提心的那一種圓滿 的具足的發起 他這一份的信心是不可思議的 不可心思 不可研溢 身廣無限 然後這包含了什麼 你自己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 三寶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 還有一切眾生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議的 這是什麼就是在這個菩提心的基礎之上 然後若常信奉與尊法 接著講法 也就是信奉佛所說的一切三藏十二部 教典經典乃至一切的法門 那佛法這邊就講了 你說什麼不是佛法 什麼是佛法 剛剛不是有說嗎 每一法其實都是佛法 佛法它存在一切的事項當中 起心動念還有我們的語言 我們日常生活帶了接物 六根接觸六成的境界 沒有一法不是佛法 那我們重點是 我們學佛的弟子邊上 我們要能夠起到一個 它現前的因緣如何成為我們的正上緣 的這一份的覺醒 那這樣我們的生命 你的每一個當下你的片刻都是怎麼樣 都是一個有一個自覺性的一個成長的一個過程 那歸一三寶什麼叫佛法 就是覺醒嘛對不對 就是於一切法一切因緣 一切眾生的邊上你能夠覺而不迷 這個叫做佛 那什麼叫法 就是一切法正而不邪 什麼叫正而不邪 什麼叫邪 就是虛忘 你如果常常能夠理向正念安住 你看到一切法的體性 這個叫正 那如果你看到的是事相邊上相應的煩惱 虛忘惜妄想心 那就是邪啦 這樣理解嗎 所以於一切法正而不邪 常常要隨我們接下來實柱品開始 進行品是原進發心對不對 對 實性是這樣子的 那你到實柱品 是怎樣 要隨相 禮相 這個時候已經是智慧成就了 到了實性滿心 要入出發心柱 已經要入原教的這個街位的時候 他是住在這個波爾的智慧之上 所以最大的一個前提叫做理相 他的波爾是建立在這個理相的功德來的 這個大家一定要清楚 所以這時候的正邪 一定也是在這份的功德上 理相的功德上面來講的 一切法都具足體相 體性的 所以你在一切法的邊上看到的 一切因緣邊上 一切眾生邊上看到的 就是如何起到一個 離相的一個絕躁的一個 的一個觀照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這也是實柱 實柱皆為了菩薩修行的 最重要的一個功課 他能夠隨相 然後能夠理相 然後你就會看到什麼叫一切法 那一切的因緣都是你的真喪 因為你看到一切法都看到體性 都看到他不生不滅 平等、清淨的那一個絕獸 而不是看到那個是非善惡 兩立對錯的那個部分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進入到華嚴經的實柱皆為的時候 就是一個關鍵修行的重點 包括犯行品、犯恨品 就是要以觀察實法為所緣嘛 然後這其實都是教我們要什麼 隨相要理相 隨相理相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這樣子你的菩薩道 才是趁法界體性去修苦賢、恨怨 這個要記得 這個時候就是以智慧為先導的 身口力的太長 你看我們在紀錫品的時候 他那時候都還講說 雲和菩薩雲和得無過世生於一夜 得清淨生於一夜 得無染著生於一夜 那這些都是要以智慧為先導的生於一夜 那實性還在學習的階段 所以他叫原境界發心 發這個菩提性 那到了實柱之後呢 他就是怎麼樣 他就是開始真正就是以智慧為先導發生於一夜 所以他就是因為智慧為先導的前提 所以他可以隨相能夠理相 理相然後能夠隨緣 那就是真乳的體性 你們有沒有發現真乳的體性是什麼 隨緣、不變 對不對 然後又能夠不變 又能夠隨緣 所以真正到了這個出發心處 華原的法生大師接位的時候 他就是能夠安住在真乳、理上 然後能夠隨著因緣 不捨世修 不捨一切法 所以他具足的是這個不變清淨的體性 這個理啊 理法界的正德跟欺慧 他有 他有般人的智慧 根本不分別的是這個一切是他正德 這是理 那在世修上他就要透過菩薩修行的結位 去達到他的一個圓滿跟窮境 乃至圓滿他的三賢、十勝、等絕 妙絕的一個菩薩修行的結位 那他這個過程都是怎麼樣 隨相、理相 然後理相他能夠隨緣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 也是我們十柱法門 這個十柱結位的一個解行德 十柱的結是在十柱品 十柱的行是在犯恨品 那十柱的德是什麼 初發行功德品 所以這個要很清楚 這是第三會的解行德 我們之前講第二會的解行德 是菩薩會秘品 再講十柱的、十性的這個正、正理、正解 然後十柱的正行是哪一個? 進行就是教我們遠近發行 如何去達到身口醫的無過失 然後以智慧為先導 這是一個發行的階段 當然十柱就是什麼? 正行、泛行的階段 那個泛行是從離相 泛恨清淨 清淨就是從離相來的 這是真爐的空爐來臟的 不夠不敬 從離相這邊來的 這是佛是絕而不迷 法是正而不邪 離相正念 然後再來生的話是什麼? 就是那一份清淨如然 也是離相來的 所以那個本質其實就是這個菩提心啊 菩提心他是怎麼樣? 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 他是具足佛的狠殺性德 他能夠隨相離相 這是從空爐來臟的這個部分去講 他怎麼隨相 怎麼隨緣都能夠離相 這是空爐來臟 那怎麼離相不變都能夠怎麼樣? 能夠隨緣成就一切終身 這是從不空爐來臟 從狠殺性德邊這樣來講 這樣有清楚嗎? 所以從這時候十柱開始 他整個是什麼? 就是修煉這根菩提心 然後關鍵是在於你的世修 有沒有圓滿跟窮盡 好請說 如果老師 如果總是這個雖遠和離相的話 那生活意識他的這個目的 或者標準是什麼? 標準你就是要看每一個街位菩薩修行 他會有一個世修的一個 每一個街位的菩薩修行 會有一個世修的內容 就是按照這個世修的內容來規範自身 對 生活意識其實標準的話 如果是在十柱接位 你就是十善業 對啊 他其實都會有一個階段 可是你能做到什麼階段? 那是我們眾生邊上的層次問題 可是到了十柱接位的基本上菩薩 他已經安住在這個真乳上面 那基本上他就自信不會去違反 就是這個除了戒律以外 就是除了什麼東西不該做以外 那還有什麼東西該做? 對 那是坐實的部分 那就是世修的窮盡與否的部分 那應該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菩薩他能夠做到什麼階段 那那個就要看每一個修行階位的菩薩 他的功課是什麼? 什麼事情該做? 菩薩大的事情都該做 可是佛能夠做到最雄盡最圓滿 那可是你住位的菩薩 下行位的菩薩 他可能有些事情做不到 有些世修做不到 就好比你住位的菩薩 你不會做到十恨位菩薩的一個世修 十恨位菩薩他沒有辦法做到 死回相位菩薩的世修 那那個就是你要去看單位的經文的內容 那你會知道單位的菩薩 他的世修的開展是到什麼程度 那關係著他心性的一個延展 心量的一個延展 到什麼成就 就好比一樣都是修菩薩波羅蜜 你實行位的菩薩波羅蜜 跟你實地的菩薩波羅蜜 的差別在哪? 那個就是世修上不一樣 那在這個就是 比如說對我而言我很有出家 那對於這個未出家眾而言 他們的這個當事的生活 以什麼樣的標準去做? 就五戒十善 就是你五戒十善 對那個是屬於外反味的部分 那就最根本的就是 皈依三寶五戒十善 然後再進一步 如果你可以受持菩薩戒 那就是凡王金 凡王金菩薩戒 或者是與前戒本的菩薩戒 那他在輕重的開展的部分 他會不一樣 那就會看你是受哪一個的菩薩戒 來決定你的 世修的標準跟內容 我想問一下吃肉送 是不是要犯戒? 呃 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 我現在重申一下吃素的這個問題 原來佛制的這個 佛制的這個 生人的這種生活 他是隨緣脫波 所以在我們的綠點裡面 只要所謂的三禁肉 就是他不是 呃 什麼叫三禁 就是賤文儀 不是為你而殺的 的這個肉 那你因為你是脫波刑期嘛 七套嘛 所以你有可能隨所到處 人家有什麼東西給你什麼 那你就是接受 他不是為了你去宰了一頭羊來給你吃的 他就是他們家 他今天就有這個東西 他給你他們家有的東西 這個叫起食 那這個就是叫做三禁肉 他不是專門你去海產店說 我要這隻螃蟹 我要這隻龍蝦 他不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去指定說 我要這隻龍蝦 那那個就是 為了你殺的眾生 這個 在原始佛教 呃 像包括現在的南傳佛教 他們其實是隨緣起食 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並沒有所謂的吃術的這個規範 那吃術為什麼在漢傳佛教 後來就跑出來 那是因為在梁武帝的時候 梁武帝那時候 因為他大興四月嘛 而且對於佛法也有相當的見術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下令 他就是做了一個制度 就是因為菩薩界的關係 就是讓大家受持這個菩薩界 然後不要吃肉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一個 這樣的素食的一個規範 那就從那個時候 從梁武帝那時候一直到現在 這個漢傳佛教的這個體系 中國佛教 北傳佛教 基本上就是以素食作為 作為身重乃至是佛地質修行的一個常態 是這個緣起是從梁武帝那時候 自訂跟菩薩界連結在一起的這個習慣 飲食的這個習慣 在漢傳佛教社會當中發展出來 那所以意思就是什麼 意思就是你吃肉 當然在因果上 就是你跟那個眾生的靈性生命之間的一個 因緣跟糾纏跟問題 那只是說對方他放得下多少 你不需要還他多少 是這個這個問題 那在因果上 他就是一個生命 是這樣子 那你說至於犯不犯戒 那就是看你有沒有受菩薩戒 那在漢傳的菩薩戒 基本上我們受菩薩戒之後 我們就不吃肉 這是從梁武帝那時候開始 一直到現在 都是這樣的一個規矩 所以說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是在南傳 或者是在其他的一個地方學習的話 或許 或者說你在西藏 那或許他就沒有這樣的一個規矩 那所以這回到剛剛講的 你在戒罪上 你沒有受戒 沒有這樣的一個規範 你不會犯到那一個戒罪 可是在因果體性上 有沒有問題啊 有的 你有跟你所吃的那個眾生之間 你們會有一段惡因緣 這個是一定有的 你想想看 你不要 你人家如果不小心拿刀子 或是你不小心自己去撞到 你是不是那個傷 你就是會會在 那你更何況是這樣子 如果今天有一次 有一個 那個就是傷害 更何況你是整隻給他吃下去 對不對 那那個眾生他是會有記憶的 所以你說這個有沒有罪 有沒有罪 你就是看是從戒罪上來看 還是從因果的這種性罪上來看 那沒有戒罪可是性罪 是有的 是有的 就是因果上來講是有的 你不能說我吃了這個我沒有因果 不可能嗎 一言一行 一個行為 舉止 語言都有因流過 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是這樣 就佛弟子 其實我們不要去怕犯戒 而不去受戒 而且 而是我們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看你從這個賢收品德經文 你可以看到 你看你從賢收品德經文 你會看到其實這個持戒修學處 其實他是自信的一個作用 跟他的功德 那其實你本來就是這樣子 其實你不需要去靠眾生的性命 來養活你的性命 你說吃素的人難道 體力就比較差嗎 其實不見得 而且現在有很多科學科學家的實驗 他反而你跑馬拉松那種常跑的 吃素的人 體力耐力會比較好 那當然你如果從爆發力來講 吃素的人可能爆發力會小一點 可是他的耐力 他的耐力是夠的 所以 吃素不吃素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真的是見很見直 看你個人的需求 需要 那當然從佛法上來講 從這個因果上來講 他會有他一定的一個 一個機制存在 不是因如是果 他不管你有沒有受戒 他就是存在 那受了一個戒 一個好處是你可以提醒自己 就是我們不去傷害眾生 那就是一個菩提心啊 這是好的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受戒沒有那麼恐怖 跟那麼複雜 反正他是一個你的一個菩提心的一個鍛鍊 就是讓我們自己能夠把那一份 你本來跟佛一樣的那一份信德 跟那一份的功德 能夠如實的 能夠如實的 透過你的身 身口意 你的生活當中 你如何去 讓他 讓他變成 可以實踐的 這個我們可以慢慢 還有你這個菩提心怎麼去深化 深化他 這個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 你不然你常說發菩提心發菩提心 那我到底我生活上 我要做到怎麼樣才能夠跟這個菩提心 跟這個佛性能夠相應 那你如果不從你身口意的這個三頁去調整 那你也很難契入這種佛法大海當中 那如果你願意實界修學處 願意去受學 你會發現 這個跟我又慢慢貼近 他其實不是一種規範 他就是讓你把你自己的那種 心性的發展出來的一個助援 的一個增上 對 所以我覺得是受界是蠻重要的 謝謝 就是鼓勵大家有姻緣 那我們當然我們從下半年開始 我們現在接著把下半年 我們可能開始我們會研究一下 有些無界菩薩界的這個部分 或許我們明年 明年我們來開界 就是受居世的這個五界菩薩界 或是八觀哉界 就是如果你還沒有辦法受菩薩界 那我們至少六災日可以受八觀哉界 就是一步一步來 對那如果你就去好比南傳佛教 他們沒有比丘尼界法 他們也是都持八觀哉界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功德 特別對世間人來講 福德啦 很大的福德 善也 那當然如果你要有功德也可以的 你實際一樣會有功德 你就是要理想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關鍵 那功德就是理想來的 不執著 不要去執著 所以如果我們吃素還吃素肌素牙 那就沒有理想 是不是 這個是人家marketing 操作的 對啊 因為早期的人 就覺得吃素沒味道 然後一定要 拜的時候也覺得那樣 就是一定要擺一個那個形狀 所以變成 現在沒有啦 你現在去看現在台灣的素食哪有素肌素牙 比較少 現在也很少 現在都是那種 那個主張的自然的 對 好吧 那我們現在是再繼續講 這個記者 但是很快 帶不去 然後就要進入我們第三位 這個 隨相 離相 的這個內容 好 我們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西發無敵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華藏國 好的 一張 一張 祥福 旅行 帶路 做 歐洲 不